快乐 感谢 一定要你回来 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要挑战的就是 男唱歌曲大考验 进退两难行 他那个经典很难找 听听 听着我懂 听着我懂 听着 心听着我懂 男女打架行 为何你不懂 别说我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有爱就有逃遥 你可以量一下 现场交线 我觉得你这首歌 写的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 我会努力改进 我们要哄的对象 是你们的歌迷粉丝 睡觉也让人家哄 你会不会太骄动了一点呢 睡不着 那就一辈子不要睡 试试看好吗 说出了真心话 非常地无情报 如果再不睡觉 黑眼圈跑出来 就不漂亮了 不漂亮你就不爱我了吗 职场遭遇尴尬状况 如何一句话完美化解 你在电梯里看到不熟悉的领导 即将走进来 此时你会 请问到了吗 听听 湖南卫视新立项的一档节目 正在选拔主持人 领导把你叫进了办公室 说 我一档新节目啊 你帮我考量考量 陶陶怎么样 他现在是绝命一人 你能到处 别说了 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 拼多多 拼多多1212大作 红包雨不停 人人都能领 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 抖音APP 抖音 记录美好生活 Vivo快乐大本营 下节更精彩 Vivo快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 大家好 是 我 你 不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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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一个 我 我 欢迎收看我快乐的旅逸 让我们一起屏蔽城市的喧嚣 感受大自然的宁静 听雨的声音 麻婆豆腐做法 豆腐一块 豆瓣酱少许 肉末五十克 花椒粒十克 会了吧 会了 来 练起来 两肩放松 核心收紧 走 一 二 三 非常不错 从前有个小王子 他生活的星球比他大不了多少 他想找个朋友 懂得生活的人才显得更真实 哎呀 要是能来一首凤凰传奇的舞曲 就别提多开心了 好的 马上为您播放 感到幸福 你就拍拍手 感到幸福 你就拍拍手 我们一起大声 吼一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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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幸福 我想说爱你 说爱你 我们一起跳舞 1 2 3 4 感到幸福 你就拍拍手 快来呀 我们一起大声 吼一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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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幸福 我想说爱你 说爱你 我们一起跳舞 吼一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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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爱环球 在星期六的晚上 来到Vivo冠名的快乐大本营 我们是 快乐家族 好 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家见面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是这个烦恼快走开 我想呢现在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 然后大家呢 压力也比较大 所以每个人可能都有 这样那样的小烦恼 但是在今天出场表演里面呢 我们跟我们这么多好朋友 一起分享了一个 现在被很多朋友疯狂种草的 一个应用 叫做喜马拉雅APP 那么这个音频应用呢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应对生活当中 很多很多的烦恼 让我们更加的轻松 也更加的快乐 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 也带着自己的作品 来到我们的快乐大饼 来掌声欢迎的报案 首先是9月6号 以及跟大家见面的 新的专辑太空人 我们欢迎吴清风 吴清风 吴清风 大家好 就这样简单的问好是不是 除了那个专辑那个巡演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哈哈 对对对 那个除了第一张专辑之后 开始有了个人的巡演这样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不要让场面太难看 支持支持 我再帮他补充一下 这个巡演叫做 太空备忘记 那么是12月6号 7号在上海 12月14号在合肥 明年的1月3号4号在杭州 1月11号在深圳 已经都开始预售了 多多支持 加油 加油 下面欢迎我们的啦啦徐佳妍 大家好 徐佳妍 又回到歌手的这个舞台 这次心情是不是不一样 不紧张了 还是蛮紧张 因为很久没来了 是吗 但今天看到很多好朋友 就是希望待会可以玩得很愉快 好 我们欢迎徐佳妍 接下来也有新歌跟大家见面 专属合约 我们陈丽佳 欢迎徐佳妍 大家好 我是农农 这个专属合约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就是专属于他们的合约 很甜 这个合约是签一辈子吗 农农这个歌很好听 谢谢 我还很喜欢 你最近作为笔心团参加的 这样唱好美 好美好美 我可以模仿一下农农的点评吗 好吧 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唱完歌了 农农就点评说 姐姐这首歌我是没听过 但是姐姐唱到我心里了 好可爱 好 我们凤凰传奇欢迎 你好 新的单曲叫做看看好河山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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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只要帮我们的这个看看好河山 中国的大好河山介绍给大家 我们当然也要推荐一下我们的新节目对吧 对 对 娜娜 我们为大家 又是你啊 不是 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 开场转 转起来 哎 这些连续几期都是全国收视第一 耶 我们今天比拼呢 这一期的快乐图书室 我们会以获胜队伍的名义 向贵州省前东南州 从江县往洞镇孔寨小学来捐借一间快乐图书室 那我们看到年轻人的烦恼都有办法解决 我们今天先聊一个就是睡眠问题 今天呢我们要分成两队展示一下大家的这个哄睡技巧 那么首先呢每队会派出一员大将来用哄孩子的方式来哄睡 对 我们这边要派出的是我们这个现在睡眠质量非常好 睡眠习惯也特别好的林花 你们这边要派出谁呢 我们这边派出我 因为只有咱俩才哄孩子睡觉啊 但是我是讲故事耶 你讲故事也很好啊 会不会大家会 我尽量弄个短故事好吗 弄个短的故事 大家不要觉得想睡觉的感觉啊 好 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他们这个到底要怎么样去哄别人睡觉 好吧 我们先上一下道具 在开始下面的挑战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数据 就是中国最新的这个睡眠质量报告呢 告诉我们有64.8%的人都普遍的有睡眠障碍 最新的统计呢是中国人呢 现在平均的睡眠时间是6.5个小时 但是你们知道吗 在六年前这个这个数字是8.8个小时 就大家现在睡得越来越少了 而且很多人现在的年轻人都有这种叫单机睡眠状态 单机啊 也就也没人跟他玩 也没人跟他聊天 他就自己躺在那儿拿这个手机 就能熬很深很深的夜 对吧 他一直在点头 对对对 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呢 就是来接受一个喜马拉雅APP上面的 叫做哄睡挑战的游戏 哄你睡觉 游戏规则 游戏总共三轮 每轮每队派出一人 根据指定的哄睡对象 给出专属的哄睡声音 APP给声音的哄睡成功率 进行打分 分数高队队集一分 第一轮派出的是凌花和谢娜 我呢在家里呢平常给我女儿唱歌 但是我女儿呢很喜欢听蒙语歌 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给她唱蒙语歌 结果哄得没睡着怎么办 加油加油 来 加油加油 来 拍起来喝酒 我们真的在这边听 都听出那种草原 好好听啊 就觉得这个落水面 还有草原的芳香有没有 我们看看喜马拉雅 这个APP上面给 我们刚才菱花的这一段 哄睡功力是打了多少分 来 请看 83分 很厉害 对于我们菱花的评价 叫做云端的吊床 你的声音送我去到彩虹的尽头 来做一个软绵绵的梦 好棒啊 这个好厉害 好 83分 大娜紧张吗 就是很紧张 因为我这是讲故事 来吧 等一下你们首先不要嫌长 这是我跟女儿讲的故事 会讲的故事 大家忍一忍啊 你们就当现在是我的女儿 好吧 小火车旅行季 小乘客们都到了小火车上面 有小熊 小兔子 还有小刺猬 小火车开始旅行咯 小火车开始爬山坡了 爬着爬着 山上没有路了 小火车 小火车掉到了海里 怎么办呀 救命啊 这个时候啊 有来了一只大鲸鱼 大鲸鱼 大鲸鱼 打了一个大喷嚏 小火车 小火车被喷到了月亮上面 哇 旁边好多星星呀 大家都累了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这个故事真的好完整 中间还有惊悚有反转 对不对 最后又很浪漫 3D VR全新 我刚刚听完的感受就是 妈妈妈妈 那然后呢 我觉得快睡着的时候 突然听到那个小火车 掉到海里 你抱抱 好我们看看娜娜的分数是 好厉害 稍微高了个5分 她的声音标签是宝宝故事机 你的声音让我甘愿变成童话里 吃了魔法的睡眉 就可以睡不醒的 好 那么 对 我觉得我们林华已经很棒了 结果娜娜还高个5分 好厉害厉害厉害 知道讲故事赢过歌声是很难的 你已经赢了 这真的是带着爱讲的故事 好 下面一组呢 我们要哄那个伴侣 哄伴侣 可不抵我来吗 你先来吧 你先来 我来完你不好弄了 那也未必 那我来 你先来 先来 没事 不用 不用 啥都不用 我就一句话 很简单 乖乖 你睡不睡 你要是不睡的话 你要是不睡的话 那咱俩都别睡 我们的乖乖 接受的乖乖 让我失败乖 我没有听不睡 我就说 不是 我自己不睡就别睡了 我旁边有一对那个太吵了 就别睡了 那就起来看看电视 就弄点吃的就算了 就都别 因为实际上 因为我吧 是那种沾床就睡的人 所以就也没哄过 哼 感觉业务还比较生疏 争一哄之前 我们先看看海涛的分数 好 这咋的 你的声音标签是周一的闹钟 伴随着你撕心裂肺 我开始一周的被迫营业 这喜马拉雅还能评出这么低的分 好 下面增议 亲爱的 你来睡 睡不睡 跟我一起来嗨吧 来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在你右边画到彩虹 来 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 在你右边画到彩虹 在你胸口 要比较一个坡虹 总得右边摇摇头 让师尽就现在能传掉 我们要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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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绿会 都给我站起来了 站起来 你永败 不要跟 你要不睡 咱俩都别睡了 睡了 你 你 你 累积到吗 怎么办 我万万没有想到 曾毅是这个打法 现在非常有意思了 幸好我先说了 要不我不好说了 对 我们以为31分 已经是相当低的分数了 有可能会在这千千万万人当中 又出现一个历史新低 我们看一下曾毅的这个挑战 你可 喝呀 没事 你这算 这 算 这是半夜 凌居嗨 我虽然没见过你 但我和你已经 嗨了一整夜 我已经会唱野狼迪斯科了 完完全全就是曾毅的表现 好 那么非常遗憾 我们这一对呢又输了 而且是一20分的比分 输给了31分的低分 那接下来第三轮 我们要派就是 妞妞 你们要派出的是 清风 好 两位你们要哄的对象 是你们的歌迷粉丝 谁先来呢 我已经感受到 待机沟通了你知道 是不是 中年人的烦恼 待机沟通 那是什么 就是待勾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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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的表现 待勾这件事情 勾你先来 我先来 所以现在是一定要 我模拟 就是有一个 观众就是躺在我面前 要我哄 观众躺在你面前 这样 躺在我面前 有可能 他是躺在他自己家里 但是你一通电话打过去 这样讲可以吗 还是说你 可是我要很真情实感的 就是一定要有人躺在你面前 对不对 就是躺在我面前 然后我要哄 那你现在要交一个躺在你面前 可以啊 可以吗有人 画面太奇怪了 来吧来吧 round one 睡觉也要人家哄 你会不会太骄诵了一点呢 你如果不想睡 那你就不要睡啊 还要别人哄 那就一辈子不要睡 试试看好吗 睡不着 你觉得只有你一个人辛苦吗 大家都过得很辛苦 不要那么骄纵 要睡赶快睡 你睡的话你就一辈子 我看你撑着 可以撑到几点 不好意思 说出了真心话 他 睡上要这样哄 我不知道这个 反正内容肯定是 完全不是哄睡 是一种训斥式的方式 非常的吴清风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的哄睡能力好不好 对 对 看看你的成绩是 来 吴清风的哄睡能力是 恶梦制造机 还有48 好准哦 与其听你讲话 我还不如活在恶梦里 哪有啊 他们都很喜欢 你看 你看 还真的是 清风的歌迷 特别喜欢听他训人 没有爱人的骂人的小光 我不相信这种智能评分的系统 我曾经有一次在KTV 唱的小情歌就得到79分 我是原唱 哈哈哈哈 可能扣的那个21分 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自己的 那个个性 你唱的跟原唱一模一样 扣的这21分 好 下面彤彤来咯 48分应该能够赢吧 你不爱我吗 时间不早了 如果 再一次 如果再一次 如果再一次 时间不早了 明天还有工作 时间不早了 如果再不睡觉 黑眼圈跑出来就不漂亮了 我不漂亮你就不爱我了吗 你怎么可以这么看外表 我的心很漂亮 哈哈哈 我们来看看那个浓浓这次有多少分 来 请看 59分也不是很高 哦 午后暖阳 你的声音像午后一点的阳光 吃饱的我加温柔的你 不知不觉我就发饭晕了呢 哈哈哈 声音是很甜的 但是就是因为太甜了 反而睡不着了 是这个意思 清风 59分你又没有 就是你要不要换一个打法 我可以上诉是不是 对 当然你的成绩 肯定是按刚才40分的算 但是你挑战一下嘛 好不好 你是说真正的红 对 抱抱乖 快快睡 哈哈哈哈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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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情愿 赶快睡啊 赶快睡 不然我就把你 哎 大便大便 哈哈哈哈哈哈 你再不睡我就威胁你哦 对 小火车 哈哈哈哈 开始旅行啦 来 左边跟我一起话 哈哈哈哈 再不睡都别睡了 哈哈 我怀疑刚才那段也不会很高分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一段的分数 哦 哦 你的声音像怀表 一来一去 我就睡在你怀里了 好 我们谢谢诺诺 谢谢吴清风 谢谢 刚才这个不是说 呃 大本营专门开发的一个游戏 是在喜马拉雅APP上 真的有这个哄睡挑战 你真的可以通过这段声音 来获得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声音标签 哎呀 我一直都很喜欢喜马拉雅APP啊 上面有很多有趣的催眠内容啊 就是最近睡前我就用 喜马拉雅首页上推荐的 助眠解压功能啊 还可以定制自己的 这个助眠音乐 哎 很好用 你去用一下 清风你有什么推荐呢 我推荐一个不同的喜马拉雅APP上 有一个3D大自然睡前曲 里头有瀑布 山谷 海边等 10D采集的音效一听就很放松 对失眠很有用 入睡特别快 所以如果你睡不着就听喜马拉雅 好消息 好消息 11月30日至12月5日 喜马拉雅123狂欢节 祝会上精品好课 五折旗 参与活动既有机会赢取智能手机 小雅智能音箱等超值好礼 打开喜马拉雅APP 搜索快乐大本营 领取快乐大礼包 123元津贴 VIP会员好说好课 免费礼 大家赶快下载吧 提醒您稍后看点 职场遭遇尴尬状况 如何一句话完美化解 湖南卫视新立项的一档节目 你觉得海涛怎么样 我不要我觉得 我要你觉得 我的想法很重要吗 我怎么发现有些员工疯了 你忍受不了长期加班的压力 向领导提出辞职申请 领导我想辞职 你也不照照 这太难了 我给你加50%的工资 两块跟三块差不多 你留下来 我 你留下来 你留下来 我 我 你留下来 我 快乐大本营 首席合作伙伴 拼多多拼多多 拼多多1212大速 红包雨不停 人人都能领 快乐大本营 官方合作伙伴 抖音APP 抖音进入美好生活 Vivo快乐大本营 Vivo快乐大本营 下节更精彩 Vivo快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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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欢迎大家回到由Vivo冠名的快乐大本营 我们是快乐加速 也欢迎大家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呢 使用微信摇一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就可以赢取Vivo提供的惊喜大礼 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 对本节目的大礼支持 拼多多1212大醋 红包与不停 人人都能领 感谢合作伙伴 抖音APP抖音 记录美好生活 对我们节目的大礼支持 咦 这个呢 就是全新的Vivo S5了 它拥有五重超质感美颜 照亮你的美 大家看 用它拍出来的相片 肤色自然水润 而且呢 还拥有通透质感的磨皮效果 是的 它还拥有AI脸型分类 为你调整出精致五官 打造立体观感 让我们一起用Vivo S5合张影吧 好好看啊 好棒 123烦恼快走开 刚才聊了睡眠的烦恼 其实在职场上 也会有一些烦恼 大家知道呢 现在90后 已经成为职场的主力军了 那么有一些领导会觉得 这一届90后呢 比较难带 难管理爱跳槽 但是呢 我觉得对于90后 这样我们很多职场新人来说 他们其实有自己的困惑 接下来的环节呢 我们会出几个职场的场景 然后来看看大家 是不是能够做出 让现在的年轻人 比较同意 比较认同感的答案 好不好 我们首先有请 我们的职场新人 欢迎你们 年轻美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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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另外呢 旁边还有一位非常美丽的老师呢 她是张萌老师 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张萌老师是喜马拉雅 知名的签约主播 她是时间效能管理专家 也是畅销书作家 来 给大家打招呼张老师 哈喽 大家好 何老师好 各位嘉宾团好 我是张萌 特别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共度职场时光 好 我们先简单地访问一下我们这个90后的职场先生 这个访问很重要啊 这个访问是让大家了解他们的个性 因为等一下我们每一个人做出的回答 他们要通过选排 被选的最多的那个答案的人 就是他就会获胜 就会给自己对积一分 首先我想访问一下张远帆 你好 好 我想问一下 作为这个职场的新生蛋 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各位老师好 你在抖 抖腿可还行 说到优势啊 那我觉得相信大多数在职场当中 所有的工作是为了什么 为了钱 对不对 但是我们就不是为了钱 你们是 哈哈 我们是为了要实现自己的这个价值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要更加的是体会到自己能够被认可 我们更加注重自己的感受 我们需要快乐 我们需要自由 不被拘束的工作环境 好 我想问一下 其他就是有跳槽过的 那个我们的同事们啊 职场新人聚歌手好不好 三 二 一 其实还行 没有那么高的比例 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 这三十位职场新人 可能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他们的回答可能 我们要想办法要投其所好嘛 对不对 好 第一题要上场的四位是 笼笼 维佳 娜娜 清风 好 我们看一下你们的题目是什么 你在电梯里 电梯门突然开了 看到不熟悉的领导即将走进来 此时你会说 我来演这个领导 不熟悉的领导 完了 我这第一个 不熟悉的领导 我认识他吗 知道他是领导吗 这就是你自己要想 你可以想 你设计 你想好了吗 随便来吧 你在电梯里 电梯门突然开了 看到不熟悉的领导即将走进来 此时你会 领导 我们也太不熟悉了吧 今天碰上了 就让我们熟悉熟悉 领导好 我叫谢娜 领导 您 贵姓 领导这么开心 门开了 我给你来个秧歌 你去吧 慢慢走了 喂 人事部吗 最近工作是不是很紧张 我怎么发现有些员工疯了呢 他是主动的不停的搭讪 然后让领导都无话可接的类型 好 下面到NONO了 来 你在电梯里 电梯门突然开了 看到不熟悉的领导即将走进来 此时你会 请问到了吗 你到几层 到几层 我到 三层 三层 好 现在到了 谢谢 可以吗 可以 我只能打电话 人事部最近是不是工作很忙 我怎么发现有些员工势力都不行 好 第三位 佳佳哥来 你在电梯里 电梯门突然开了 看到不熟悉的领导即将走进来 此时你会 您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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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怂了 太怂了 多大点事 有毒吗 这个领导是 赶紧打电话给人事部 秦峰来了 你在电梯里 电梯门突然开了 看到不熟悉的领导即将走进来 此时你会 上楼电梯 到几楼 上楼电梯 在演电梯小姐 演电梯小姐 我有铺钱 我看到了 看到了 到几楼 你不就是我们公司新来那个听说唱歌超好听的太空人吗 还可以 还可以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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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哪里 到哪里 帮你按电梯 帮你按电梯 喂 任师傅吗 Seki工作是不是很忙 怎么员工都疯到开始唱歌了 好 这四位是这样的回答 如果喜欢娜娜的选A 娜娜的方式是热情搭讪 尽管跟这个领导不同 喜欢农农的选B 然后诺诺是装瞎离开 喜欢佳佳哥的选C 佳佳哥是落荒而逃 喜欢清风的是D 清风是发挥专场 讨领导喜欢 你们最喜欢哪种回答 来 做好准备 3 2 1 请亮 好 目前看起来是选D的最多对不对 好 祝贺清风为这边加入一分 我们请张萌老师来点评一下 刚才这四种 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个性 和在职场的表现 其实在职场当中 有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现象 叫做30秒消奖 而且在很多各大公司面试的时候 专门会说 好 你来一个30秒的自我介绍 我还专门做过一次社交调查 那么有90%的人都会说 原来我是有社交恐惧的 其实我想跟你说 领导比你还恐惧呢 那么如果你愿意主动打破僵局说 领导好 我用30秒演讲来介绍一下自己 这个时候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请记住 赶笔会更重要 好 赶笔会更重要 大家小宝贝记起来 你们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 笼笼有个细节 就我快今天拼命按这个关电梯的键 他一吐吐吐 结果没想到我闪声挤进来了 好 我们这边访问一下颜同学好不好 你刚选的是D 对不对 对 为什么 我是一名教这个事儿老师 然后我就是在进电梯的时候会按掉 因为我特别享受那种独享电梯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高级的尊贵感 而且有时候就是我可能就是 穿着打扮没那么得体的时候 我就不希望领导会看见我 加上我手速又特别快 所以常常会成功 会不会领导刚好看到你 进不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下一题 要请出陈丽诺 洪卓 清风和海涛 半夜领导的是娜娜 好 看看这一题 你忍受不了长期加班的压力 向领导提出辞职申请 领导 我太难了 天天加班还没加班工资 我现在想辞职 老板对你说 我给你掌心50% 希望你能留下来 此时你说 好 第一个要回答的是同卓 你忍受不了长期加班的压力 向领导提出辞职申请 领导 我太难了 就每天你加班又没有个实现 我就现在想辞职 老板对你说 辞职 这样好不好 我给你加50%的工资 你能不能留下来 声明领导您需要我是不是 不想让我走 看来我对公司有贡献 对你有长期的使用价值 那我就可以考虑我留下来 我先再试试看 好不好 好吧 这真不是钱的问题 50% 50% 60% 好 70% 好 80% 太多就不敢要了 90% 你再吃药了 这是要开我吗 医生说在我不清醒的时候 做的决定都是错误的 真的就50% 就当我没说过 好好工作吧 工作好了 一切都是好的 好 诺诺来了 你忍受不了长期加班的压力 向领导提出辞职申请 领导 我想要辞职 你加班都不给我加班费 这些衣服哪买的 头发哪做的 个儿是白长的吗 个儿是白长的吗 那个都是妈妈买的 妈妈买的 那你更要赚钱给妈妈了 这样好不好 我给你加50%的工资 你留下来 我当你的妈妈 喂 喂 喂 程丽龙的妈妈 不好意思 我只是一个比喻 就是 就是好好的教育她 好好的带她 教她一些知识 好吗 好 她怎么说呢 重点是 两块跟三块差不多 好棒 老板没听懂 意思就是起点工资太低了 她原来是两块 你现在给她涨50% 她每个月只拿三块钱 这个意思 这样好不好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 你被裁了 你被裁了 你 你什么 她的钱在你这儿了 好吗 谢谢 好好看 好好看 好 下面到海涛 来 你忍受不了长期加班的压力 向领导提出辞职申请 领导 我太难了 我想辞职 辞职 你也不照照 电梯可以让我出去 可以让我出去 你也不看看你在跟谁说话 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说辞职 正因为没人敢说 所以他们不知道 如果你一说辞职 我就会给你长肚子 如果你留下 我将给你长50% 希望你能够 留下来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留下来 老板为你献舞了 如果你再继续不留下来 我就要找出留下来的原唱 我慢慢一起叫你留下来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 在你右边的幻色彩虹 领导 我到底什么时候说话 你去 我憋死我了 你说 我希望你能再给我长个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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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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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吗 这个趁热度蹭到我已经饭了 这个路线很舒服啊 真的真的有点太过了 太过了 好下一位清风 来 你忍受不了长期加班的压力 向领导提出辞职申请 领导真的太难了 我天天加班 还没有加班工资 我想辞职 我相信 有一根先将梦想 与现实 好请投票 演好长啊领导 真是一手锦 领导这太难了 我给你涨50%的工资 好 你可以留下来吗 领导你说什么我听不太懂 但这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我决定留下来 喝点酒吧去 咬牙鸡 吓死我了都 但是 想吃什么 不难过 我想哭 但是哭不出来 等到四年伤害 好 现在这四位也都做出了回答 我们请我们的三十位职场新人来选择A B C D 到底要选哪个 请选择 选的更多的是选B的同学 你们是看脸投票吗 你们 好 祝贺彤彤 好 请回座 我们来听听看张萌老师给我们一个小小的建议 其实看了这一趴呢 我就想到了 为什么有人比你高薪 但是活得比你开心 其实那些活得特别漂亮的人 永远不会把我过得太难了挂在嘴上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其实前一段我们也做了过一次职场当中的问答 我们就发现有一些职场人也遇到这个问题 到底是事业还是职业 他俩是有区别的 事业就是我特别喜欢怎么加班我就觉得干不完 比如说我觉得来快乐大本颜录节目就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业 然而呢 职业呢就是我怎么做都会狠狠计较 而且呢做完之后觉得自己在被消耗 不知道你属于哪一种 谢谢张老师 我想问一下那个杨小宇 你的评价是什么 大家好 我叫杨小宇 我觉得既然领导提出要挽留我 就说明他已经看到了我的价值 但是不好意思 您的爱来得太迟了 我不要了 好酷啊 但是给你涨了工资 为什么还是不留下来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到达一个企业 我既然在这里已经干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还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留下来的话 我觉得吧 我还年轻 我觉得我可以去为了自己的理想去拼搏 再战一场 更在乎自己内心的感受 就不在乎那个50%的薪水 好 谢谢 最后一题要请林花 娜娜 欣欣和我 来面对洪卓扮演的领导出的答题 好不好 来 好 我们看看这一题 湖南卫视新立项的一档节目 正在选拔主持人 领导把你叫进办公室 说你觉得海涛怎么样 此时你会说 感觉空间很大 有没有不祥的预感 够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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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晴晴 领导好 我这个准备弄一脑新节目 你觉得涛涛合适吗 领导你这话说 你问我干嘛 我不要我觉得 我要你觉得 你觉得好就好 领导我先走了 下半年的所有节目有没有胸权 我都想上 可以 蹭了一波热度 选明不是故意的 到我来 来 湖南卫视新立项的一档节目 正在选拔主持人 领导把你叫进了办公室 说 领导啊 领导好 那啥 那啥 有一档新节目发愁 你就涛涛合适吗 合适 涛涛特别合适 她最合适就是跟我搭的 那这个节目指定成 好 到娜娜来 湖南卫视新立项的一档节目 正在选拔主持人 领导把你叫进了办公室 说 来了 娜娜 领导好 我有一档新节目 我不知道海涛怎么样 你觉得海涛怎么样 还是吗 你别管她怎么样 你想怎样 你知道这是她的一个老梗 她永远也那种 就是职产分容妄想症 你在那 你在那 你去记一下 你刚从哪来呢 你忘了 就这点记一下 好 来 到林花 湖南卫视新立项的一档节目 正在选拔主持人 领导把你叫进了办公室 说 这个林花 领导好 我有一档新节目 你在台里待来很熟 你看我合适吗 不是 我先问问 涛涛你很熟对吧 还行吧 你帮我考量考量涛涛怎么样 我很想让她上这个节目 想让她当这个主持人 你问我是吗 对 我看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很重要吗 特别好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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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涛涛最近啊 我都好喜欢她 你看她自己独立主持节目 还是叫什么 双面超人 你看她开面馆还赚钱 对女朋友还好 完了以后她现在 不敢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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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现在是全面一人 她现在 我怎么听着这么难受呢 你看到处煎丝火 别说了 你别说了 再说我就跳下去 她特别合适 救命啊 大象爆发 行行行 她好怪啊 我来一个 再来一个 娜娜再来一个 来 娜娜 你觉得海涛怎么样 不怎么样 那你想怎么样 你想怎样 就怎样 她到来我办公室一趟 撕伙挺多 涛涛你自己来打一个 来来来 你肯定可以的来 涛涛 这我有一档新节目 我在想 有没有兴趣 你觉得能不能胜任 一档新节目 你是想让我一个人主持是吗 对 对对 独立主持一个节目 不行 快乐家族是一起的 好感人 真的 娜娜 娜娜 会不会刚才说海涛不怎么样 我还想答呵呵呢 你还想答呵呵 好 谢谢 那么接下来来 我们请我们的三十位 我们的职场新艺人同学 来做出你们的判断 谁的回答最喜欢 请亮 回答 何老师说的啥 我说海涛特别棒 特别适合和我搭档 我们来问问看张萌老师 这道题让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职场的小心得 我看了这一趴呢 我就想到了一句话叫做 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 有的时候经常会领导同事之间互相评办 这人怎么样 这人怎么样 其实我们心里预言有什么 我们就能看到什么 能够装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能说出什么 领导问你其他人评价 有的时候能助力同事一把 尽力助力同事一把 而不要过河拆桥 同时呢 如果你在赞扬的话 最好能够举事实讲例子 最重要的是职场处理好人际关系 走长远之路 谢谢 谢谢老师的提点 顺便我们再预告一下 我们海涛主演的这个 奇幻爆笑喜剧《王子奇余记》 10月份的时候 已经在北京首演成功 然后12月份的时候 还会有第二轮的这个加演 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和期待 谢谢第一次 第一次 谢谢大家 谢谢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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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也谢谢张萌老师 给我们带来这么多 专业的这个职场的技巧 其实呢 我们每天学习一点点啊 很多这种职场的焦虑也好 烦恼也好 都可以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 谢谢何久老师 还有非常感谢 欢迎宽灵大本人的小伙伴们 最近呢 喜马拉雅123正在举行黄关节活动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 关于职场方面的知识的话 欢迎下载喜马拉雅的APP 当然了我的新的课程呢 又在喜马拉雅APP当中上线了 欢迎领取123大礼标哦 哇 喜马拉雅APP 真的是解决生活中 各种烦恼的神器啊 有很多大咖的知识干货 还有很多有声书啊 还有小说 我自己也经常听 特别放松和解压 没错 我平时就特别喜欢 科幻类型的小说 听说 刘慈欣老师的三级广播剧 已经在喜马拉雅APP上线了 123狂欢节 超想去听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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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30日到12月5日 喜马拉雅123狂欢节 主持人精品好客 五五热起 参与活动 极有机会赢取智能手机 小雅智能音箱等超值好礼 打开喜马拉雅APP搜索快乐大饼 领取快乐大礼包 YP会员好书好客免费领 大家马上下载喜马拉雅APP吧 好嘞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进入最后的BP 拼多多1212大醋 红包与不停 人人都能领 拼多多提醒您稍后看点 男唱歌曲你敢挑战吗 我个人觉得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有一个东西叫月干 你们有吗 我有 为大家示范一个什么叫做完美景点 不要因为声音大就盖住结盘 我们来听听看 舌头打结石到底有多难 不是我觉得默许适应 我必须不得感到不爱 对不起我不得忏悔 不是我觉乐 不是我心里觉乐 不给不得了 对不起我才会 是你不得忏悔 是你不得忏悔 不得忏悔 耶耶耶 你唱首我我没听过 但是唱到我心里去了 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 拼多多 拼多多1212大醋 红包与不停 人人都能领 快乐大本营官方合作伙伴 抖音APP 抖音进入美好生活 Vivo快乐大本营 下节更精彩 Vivo快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 的便宜 听说每人能够将你手边 我的兄弟全部被转毁 ол啊是杀说你有个约会 是不是同学们比得我只好插队 你的可爱却让人无法拒绝 第一次有些你 我却发现你心摇摇欲坠 Baby 是对你有感觉 但你却不懂 比我只好提到愉悦 Baby 我的想法坚决 回来与我 却下你的专属和人 Baby 只对你有感觉 但你却不懂 比我只好提到愉悦 Baby 我的想法坚决 回来与我 却下你的专属和人 欢迎大家回到由微博冠名的快乐大本营 我们是快乐家库 欢迎各位来到快乐大本营和拼多多为你联合 带来的我们 拼了 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拼多多1212大醋红包雨不停 人人都能领 我们今天有清风还有佳莹她们的歌曲 都可以说是KTV里面的真空机 为什么 因为她们几乎每首歌都有大量的转音 还有很多的高音 非常非常难唱 所以如果要点她们的歌 要挑战她们的歌 可能要就地吸氧才可以 另外呢 大家还知道我们的凤凰传奇呢 可以说每一首歌都在情绪的高点 会唱凤凰传奇的歌 就没有你嗨不起来的场子 而且呢 好像她们的歌有魔力 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听到 都会忍不住想要跟进去 跳起来 那么接下来就请她们几位 为我们带来一个高难度歌曲的串烧 欢迎她们 哇 全场一起唱起来哦 好的呢 一起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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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唱第二句 我在阳光 哦 又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昨天遗忘啊 不得了忧伤 我要和你重逢 在那草茫的路上 生命已被牵引 潮落潮着 有你的远方 就是天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那里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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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真的最后有个远远 真的太好听了 太热情了 接下来我们欢迎徐佳颖 哦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只是当有把回忆翻开 除了你之外的空白 还有谁能爱叫我爱 哦 一样的月光 这么多亮未来的形状 我就这样把我的爱 让疯狂的海 轻沾着我的船 我心驾白白亚走三观 我再看我走三观 我再看我走三观 我再看我走二观 谢谢 喜欢 接下来欢迎太空人吴清风 我曾将青春翻涌镜头 也曾指尖踏出星象 心知所都写着岁月去吧 你是婴儿哭啼 二是学游戏 四是青春不语 四是碰巧遇见你 了解这个你 沉迷这个你 时间暂停 再继续 带我走 到遥远的以后 来等我 一个人自转的寂寞 带我走 就算我得爱你的自由 都将成为泡沫 我不怕带我走 非常的好听 而且呢 刚才大家也听到了这个歌曲当中的难度 我想呢 我们大家有烦恼的时候啊 有一个很好的解药方式 就是在浴室里面唱歌 哈哈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打了样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挑战的就是 男唱歌曲的排行榜 进退两男行 男女打架行 舌头打结行 百转千回行 进退两男应该是有的歌 它那个进点很难找 那个点啊 这个点很难 男女打架可能是那种情歌对唱的时候 有的时候 那个两个声部 对 两个声部奔着 对 男女打架就像那个 你最珍贵 你别让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的日子永远在美 梦才会真一点 就是真的打不赢 很多人都以为很好唱 情歌非常难唱 我失果真的搞不了 还有舌头打结行 应该是词儿特别长 对 很长 百转千回可能就是 像刚才嘉宁 转来转去的 转来转去的 你听起来很爽 但是你唱起来 要能唱到那个 二十一 就非常难对不对 好 那第一个要挑战的是我和欣欣 进退两男吧 好 进退两男 好 首先我们来 这个来了个最狠的 看一个短片 看看进退两男 到底有多难 来 请看 今天你们要挑战的 进退两男型的两首歌曲 分别是 最初的梦想 和梦想 这两个男 这两首歌好像都没什么难度 但是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难点就是 第一句的拍子太难进了 不怪你是抢拍还是偷拍 总之是走不进他的拍 因为 他们是你没见过的反拍 我们先来听听熟悉的正拍进的歌 哈哈 我们再来看看这两首反拍进的歌 我太难了 这一部分喜之后 你们是不是真的进退两男了 勇敢地跨出这一步吧 他在KVV跟着红点唱 没觉得呀 就是啊 他问题是他没有这个点啊 待会儿 这可咋着 我换一个吧 我先给你打个样好不好 好 我选最初的梦想好不好 谢谢黄老师 对 刚才说了反拍 我个人觉得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哇 不管正拍反拍有一个东西叫月感 你们有吗 哎 巧了 我有 好不好 为大家示范一个什么叫做完美景点 好吗 哇 话可是撂在这儿了 好 来 加油啊 来吧 开始 快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越感很好 哈哈哈哈哈哈 快进不进不进不进 哈哈哈哈 来了来了 啊啊小寒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我个人觉得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有一个东西叫做月感 你们有吗 我有 为大家示范一个什么叫做 完美景点 完美景点 好吗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们确定是给我 从头放起的吗 从头呢我就进得了 这样 相信我这次能进的观众 我不会辜负你们的 好 你们真的相信吗 相信 谁给你们的自信 梁静茹 那我来了 来吧 对了对了 对了对了 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 才走得到远方 如果梦想不曾坠落 学压千军一把 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 拥有隐形吃吧 谢谢 不要因为声音大 就盖住节奔 全都怎么这么长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她一定有规律 我刚才感受了一下 大概不是四个八拍 就是八个八拍 他们面面相去 但我刚才觉得 一定不止四个八拍 所以我就问她 是不是从头开始放 我就赌她是八个八拍 你好厉害 毕竟有一样东西我有 你没有 叫做 欣欣加油 我有的 我有的 我不用你们相信我 我不相信我自己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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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见了 我听见了 我没有楼子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可以的 你可以的 差不多 早了 早了 最后一次是对的 我刚才有唱对的 你刚才唱了四遍 大概最后一遍 对的 再晚一点 再晚一点 对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三个听见 听见 听见 太难了 请问大家听见了吗 回了吧 听见冬天 我离开 第二段了 谢谢 谢谢 你还在那听见 你到第二段才听见 你要不要再试一次 好 你这样 你这样一抬手我就唱 好 好 好 OK 好 来 因为你是有乐感的人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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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听见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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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慌 你干嘛 你干嘛听见 我一抬手你就 听见冬天 可以了 可以了 好了 好了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十不过三 可以 我还是跟着那一阵 来 掌声给徐徐徐 接下来 我们请 好难了 维嘉林花 清风 徐佳寅 请出列 你们肯定是挑战那个 男女打架行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男女打架行 到底有多难 请看 你们要挑战的男女打架行 那两首情歌对唱分别是 美丽的神话 和当爱已成往事 其中美丽的神话这首歌 从低到高的音域跨度 起大 需要歌手一直把音 保持在最高曲 肺活量不够 感觉随时会缺氧 而她男女合唱的声部配合 也是难度十颗星 一不留神 就会被对方带跑 简直是对唱界的考研歌曲 第二首当爱已成往事的难点 除了情感的递进 十分难以把握之外 还有极高难度的转调 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整首歌一下转男声调 一下转女声调 转来转去 调就像龙卷风 一去不复返 而这首歌男女对唱 也十分考验默契 不愧为男女打架行的典型代表 男生几乎全都是反拍进唱 在女生唱完最后一个字的后半拍 必须紧跟上 现场的各位 祝你们好运 首先是佳佳和林华 两个人好沉重的步伐 来吧 神话 我从没唱上去过 真实话 因为我没有 那个家 哈哈 这么高啊 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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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角色给他们祝福 真上雪 哇 好棒 好像怎么想你 好听哦 好听哦 不 vern Wong 不消 对 是 春去春又来 无情 岁月笑我痴狂 心如钢铁人 世界忘乎 思念又相随 是可以的 就那句风 虽然相当勉强和吃力 但是两位完成了 相爱又相随 好下面欢迎 吴清风许家有 音乐起 因为我仍然有梦 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 总是容易被我使得动 总是为了你心痛 别流连随忍中 偶遇有情万种 不要问我是否在相逢 不要放我是否言不由衷 为何你不懂 别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有爱就有痛 有一天你会知道 人生没有我并不回不透 人生没有我并不回不透 人生一心太疼痛 我好害怕总是 泪眼朦胧 忘了我就没有痛 忘了你也没有用 将往事留在风中 好听 非常棒 来掌声给徐佳寅吴清风 接下来挑战的是 曾毅和涛涛两位 挑战的类型 可谓是舌头打结吧 应该就是舌头打结型了 我们来听听看 他们这个歌曲到底有多难 请看 你们要挑战的舌头打结型的 两首歌曲分别是 爱不得 恨不得 舍不得 和一口气全面对 胡云斌作为舌头打结的作品 代表歌手 还记得当初 风鸣一时的你要的全拿走吗 这次要挑战的歌曲 带来了全新的难度 各种极其复杂的 切分音符旋律收唱 令人问而去不 不信你来试一试 舌头真的会大交 一二首 是杰伦说唱语速的 巅峰代表 一口气全面对 周氏饶舌在难度上 具有相当高的地位 这首歌平均每秒 说唱十一个字 副歌连出炮式的歌词 一口气夹杂整整三十个咪 并且挑战着 需要掌握独特的周氏节奏感 还有带旋律的rap 是不是听上去只唱了 咪咪咪咪咪呢 说到脚了 玩友们的挑战 几乎都惨奏滑铁炉 咪咪咪咪咪咪咪 给他 给他 给他咪咪咪咪咪咪 唱一口气咪咪咪 真的音乐咪咪咪咪 我一道回去咪咪咪咪 现场的各位 敢不敢来试一试呢 算了 我之前要一个快乐大铃铃 我觉得你挑那个爱不得 恨不得舍不得 那个 因为那个一口气全面对太难了 好不好 加油 来来来 来 请你 爱不得一怕流伞 舍不着你努力破贴 最后还要我承担一半 耶耶耶耶耶 不是怕我 不是在这里累了 不是是我绝了 不是心里绝了 不是给破贴了 对不起我的残患 我只是不应该残患 你承担 我真的感冒你 肯定感勇敢 耶耶耶 掌声送给他快乐道理彪 听不懂你觉得他唱怎么样 很有个人的特色 你 微波你不懂 你你唱什么 我没听过 但是唱到我心里去了 哈哈哈哈 猛猛无辜中枪 对 来掌声给综艺 起来 鼓动起来 鼓动起来 过来挑战旧的 你叫你真正的 觉得你 阿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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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说 我只想说贝比 这首歌啊 其实杰伦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 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借用了我们湖南的一首 非常有名的一首诗诗 是吗 对 对 叫什么 啊 天上的猩猩 吉米阿咪 地上的 萨打鼓 爆了 对 刚才我就是 吉米阿咪 多米双咪 吉米阿咪 哈哈 原来你是这么困的吗 哈哈 精彩精彩 没喷 哈哈 我觉得争议最让我们崩溃的是 一来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 确实这个太难了 是吧 那最后要挑战的呢 是陈丽龙和谢娜 两位 只剩白转千回形 这两首歌到底有多难呢 来请看介绍 你们要挑战的白转千回形的两首 高难度转音歌曲分别是 乌日伦比的美丽 和月牙弯 其中月牙弯 节奸了中国传统明月中 二胡的转音处理技巧 自创九转十八万式的独特唱法 恨不得把歌词中的每一个字 都加上真假音转换 转到你找不到呗 比如像这位 孤单的留下 他还好吗 好吗 还有这位 你来谁坚强 今生无话无话 我太难了 第二首歌曲 无与伦比的美丽 更是转音歌曲中的压轴体 你听着短短十几秒 看似信手拈来的横唱 中间就进行了将近二十次的真假音转换 这简直就是声带的连环飘移啊 稍有不适你就会唱成这个样子 现场挑战的两位嘉宾 即使你们是歌坛的老司机 要小心在清风这条赛道上翻车 你干嘛 首先欢迎陈丽诺 诺诺你挑战哪一首 岳崖湾对不对啊 岳崖湾来掌声给陈丽诺 哇 挖挖 是谁的心啊 勾当的留下 他还看我 我都想爱他 那永恒的泪 凝固 那一句话 是谁的爱啊 也许可能陈丽诺 是谁的爱啊 比泪水坚强 轻声呼唤 就让我融化 每一点泪水烟花 是我是他 想着我爱的人 是对话 是谁的爱啊 是这首男还是专属合约男 专属合约男 专属合约比较简单 好 期待期待 谢谢农农 下面写他 来 娜娜挑战 无以伦比的美丽 等一下 娜娜唱歌之前有什么 要跟清风交代或者请教的吗 是我觉得你这首歌写的有点问题 哈哈哈哈 是不是在人的一个就是正常的身带可以接触的一些呢 希望你回去改一下吗 是是是 我会改进 我会努力改进 嗯 你写歌你要写的大家都会唱 哈哈哈哈 好 你自己爽了有什么用 哈哈 不是应该请教吗 怎么抱怨了一番 哈哈 有压力的有压力的 混响开点 那个那个那个叫什么 呃反送还是混响啊是吧 哈哈哈哈 那叫什么东西啊 哈哈哈 哈 混响要大到基本听不到我原唱 哈哈哈哈 来给娜娜来个山洞音开始 天上红阵在天上飞 地上人在地上坠 哎呀 你若担心我不能飞 你有我的蝴蝶 嘿呀嘿呀 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一落迷的美丽 嘿呀嘿呀 我知道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无一落迷的美丽 嘿呀嘿呀 你知道当你需要夏天 我平了命不离 嘿呀嘿呀 我知道你会做我的烟 不当我是个跳冰 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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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我是不是 哎我是不是调没对啊 好 没有没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对了对了 我觉得情感最重要 他唱出了人类原始的呐喊 你给我那个黑两下 黑两下你黑两下 这样这样清风你把后面那个转音的部分 你唱一句那那跟一句好不好 好好好 现场教授 把你原始的呐喊喊出来 好 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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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分不清是他比较难还是我比较难 我觉得 我怎么回去 林导我觉得这份工作好难 我怎么回去点评这一场好美的选手呢 哈哈哈哈 你下次唱的时候你就 嘿呀 好吗 这个假音我觉得不能应该 嘿呀 哈哈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好 那么刚才我们在几番比拼之后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反正就是娜娜队获胜了 哈哈 清风 佳莹 涛涛 娜娜和欣欣 都拿到了这个爱心证书 我们这一期就会以他们的名义 我们快乐大饼和芒果V基金 为贵州省前东南州从江县 往洞镇孔寨小学 来建立展新的一个快乐读书室 我们本期需要读书数量是2630册 除了节目当中保底捐赠的1000册之外呢 其他读书我们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为孔寨小学的孩子们加油助力 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8块钱就可以为孩子们 填一本新书了 如果您想跟我们一起去到快乐图书室 来参与这个公益活动的话呢 可以下载快乐粉丝会APP 来报名参加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来为全民阅读助力 谢谢 再一次介绍大家 拼多多1212大猝 红包雨不停 人人都能领 拼多多提醒您下期看点 这里是 我就是风暴的现场 掀起舞蹈风暴的他们 来了 两组挑战者火力全开 却遭遇了最严厉的风暴见证观 我这一杆就是为你的实力而退 刘宪华 彭丽畅 帅气十足 打动我了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的 我开回走走走 都可以走完一个舞蹈 陈柏玲 张天爱 温暖甜蜜 请问男舞者 您的那位女搭档很重吗 啊 啊啊 嘉宾与舞者的趣味对抗 谁能笑到最后 哦 哦 哦 哈哈哈哈 没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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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歪了歪了 哈哈哈哈 没有怎么歪来倒进的 两个手两个背 没有手没有手 没有上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小爱你不要 本来本来本来 本来本来你是对的 小爱上来上来 小爱上来 上去上去 快点快点快点 全新企划见舞如面 火热来袭 猜出这个故事到底关于什么 还有就是是属于谁的故事 好美啊 没有办法想象柏林哥 在床上踮起脚尖 然后那个 他就是这样的陈柏林 哈哈哈哈 娜姐的杰哥喊起床 娜姐不起床 是什么让人现场落泪 特别想感谢的就是 好 怎么还还有 还没完啊 下周的晚快乐与感动并存 我做事风暴 好 那么以上就是Vivo冠名的快乐大本云 今晚的全部内容 节目最后 让我们感谢百雀林 三生花 精油香氛洗发露精油润发 持久流香 以及你好漂亮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 谢谢 谢谢大家 多多支持周五的嗨唱转起来 还有周六的舞蹈风暴 接下来就是了 如果你快乐的话 要看快乐大本云 不快乐的话 更要看快乐大本云 好 节目过后 还有非常精彩的节目 祝大家谢谢一天开心 下周再见咯 好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